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馬上就要到咖啡展了 那我們的老朋友Fellow呢 今年也即將在咖啡展第一次公開亮相 他們的新一個四代的磨豆機 就是Old Gen2這台磨豆機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 Gen2的外包裝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代就是舊款的機器 其實這次的改款沒有非常大 但是我們可以先從外觀看一下 它的整體的包裝風格已經轉變得很不一樣 也可以看得到未來可能Fellow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世代上面的一些調整 OK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箱了 這個是刀盤 這是一代的刀盤 我們待會會拿來做比較 那我們看到學長右手邊的這一台 就是新世代的Fellow Old Gen2 那從外觀上面會看得出來 基本上一代跟二代是沒有太大差異的 那學長也經過很認真的觀察 它的模具應該是一樣共用的 只有這個豆槽的部分可以看到 它的高度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放更多的豆子 以及它的這個粉罐的部分 大了一個尺寸 大一點點 其實差異上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就稍微大了一點點 那這一點大一點點呢 這個可以讓我的粉 進到粉罐的時候呢 可以更集中在粉罐裡面 比較不會亂噴 除了這兩個部分之外呢 其實在外觀上面是沒有調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 這次的小改款 主要在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刀盤 刀盤這次玩完全改掉了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它的 防禁電的一個裝置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刀盤 來為大家看一下說刀盤上面的差異 那拆刀盤的時候呢 我順便會跟大家講 一個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小單點 不是非常的影響很大 但是呢也是有差異 好 那我們拆刀盤的部分一樣 先電源拔掉以後呢 把這個刻度盤 刻度的這個面板拆掉 然後呢 拿螺絲刀 把四個角的螺絲卸下來 OK好 卸完以後呢 裡面的結構呢 和舊版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可以看到呢 這邊是我的 中軸以及我的刀盤 輕鬆就可以拿下來 那這一次的刀盤啊 跟1.0是有一點點小差異的 就是舊款的 尤其是剛開始黑色版本呢 它的這個刀盤的底座呢 它是比較難拿出來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點工具才能拿出來 但是新版本的呢 它的刀盤底座呢 是很容易就可以拿出來的 主要原因再一次呢 學長研究了一下 是這個刀盤底座呢 它有稍微把縫隙的部分呢 稍微洗大一點點 所以現在的清潔的時候呢 它這個底座是很容易拿出來 這也是1.0版跟2.0版的一點差異 那如果你是之前買的那個白色的old 因為白色old也是最近才出的嘛 那個版本的刀盤底座呢 就是2.0的底座了 所以現在是1.0的白色跟2.0 是比較容易拿出來的 那只有1.0版本的黑色是比較難拿出來的 這是另外一個小差異 那我們現在連刀盤一起把它拆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拆裝的部分呢 是蠻簡單的 就是6顆螺絲就可以把兩個刀盤都卸下來了 那我這邊呢 左手邊的這一個呢是 GEN2的刀盤 那右手邊的這個是一代的刀盤 OK 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我們先把機器放在旁邊 好 首先呢 這兩個刀盤最大不同的 我們可以先從側面開始看 OK 這個是一代的刀盤 可以看到 這個刀盤呢 它是這個刀跟這個刀 它這兩個刀盤的形狀是有所不同的 那比較肉眼可以見到的地方就是 這邊這一塊 它是一個鋸齒狀 然後這邊這一塊它是一個內凹的 它不是頂到最外圍的 所以這兩個刀盤在合在一起的時候會發覺說 上面這個刀盤它會吃在下面這個刀盤的尺紋上面 會變成這樣 所以一個上包覆住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這樣的刀盤呢同時間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這樣子 可以說兩個刀盤是比較有貼合的狀況 它的狀況呢就會比較類似鬼齒 或者是像追刀這種 有一點點進行碾壓的動作 這種破壞咖啡豆的方式 所以呢我們之前也開箱過 一代的飛斗刀盤呢 它的風味呢是比較接近鬼齒 所以這是一代刀盤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GEN2刀盤呢 GEN2刀盤這一次呢 採用的是內外是沒有差別的 它已經沒有所謂的 兩個刀盤都可以互相使用啦 那它的刀尾也是完完全全一樣的 那看側面的部分呢 它已經不再是這種上下包覆式的刀盤了 它就是很傳統的兩個是平刀 兩個是平行的 那豆子進去以後呢 它利用這樣子兩個刀紋互切的方式 把我的咖啡豆切割出來 所以這種刀呢 它的切割大於碾壓 切割大於碾壓 所以它的風格上面呢 它的細粉率是會比較高一點點的 然後風格上會比較類似傳統上的平刀刀盤 但是呢 這一次的刀盤設計上面呢 確實在萃取力的部分 學長覺得還是不錯的 細節還是蠻多的 然後風味上面整體來說呢 會比較偏香酸一點 尤其是酸質的表現 蠻足量的 所以這兩個刀盤呢 我們可以簡單的為各位架一個基礎的一個想像 就是一代刀盤 它的風格呢 很適合 比較像是鬼池 很適合初學者 很適合一般大眾 然後不容易失敗 甜度比較高 酸質是比較不強的 那Gen2呢 它的酸質比較高 然後呢 甜質呢 就相對 相對於一代就比較沒那麼顯著 香酸比較強 層次感也會比較好 但是同時間呢 它的充足難度呢 也會比一代的稍微高一點 因為它畢竟細粉比較多 但因為細粉多啦 所以整體的細節啊 萃取率 Gen2還都會 都有所提升 那有了基本的這個 對這兩個新刀盤的概念以後呢 我們可以順便來搭配一下 這是非有提供給我的 力徑分析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上面有非常多條線 但是呢 學長主要講就是我手衝的那條線 那我用一代的old 我是用研磨度5 OK 那Gen2呢 我是用研磨度8來做衝足 我測試了幾次 覺得這兩個 是我比較喜歡的風味 那我們可以看到 幾個比較大的重點 在Gen2的部分呢 在也無論是8或是其他的 它其實整個力徑都非常非常清楚 它的細粉率呢 是明顯比一代高上蠻多的 400μ以下呢 可能有可能10%左右 甚至更高一點點的細粉率 那相對於old一代呢 它的細粉率可能在5% 6%左右 相較之下是多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跟刀盤的這個 設計上面的關聯性非常非常大 同時間呢整個力徑 我們可以看到一代的力徑 它的中間的 就是大概目標值的 就是封頂 就是我們所謂的中型圖的 最中間的部分 它的占比呢可以將近 差不多40%左右 甚至高於40% 但是呢在Gen2的情況下 大概是35%上下 有時候低一點是30% 你看不同的 看研磨的狀態 所以呢在這一點呢 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在整體的中間 峰值的最高峰部分的一代 它前置為什麼會比較有支撐力的原因 也在這裡 Gen2呢就利用了細粉 以及粗粉的比例呢 去讓我整個風味的風格上面呢 層次會再更顯出一點點 然後喝起來呢 也會更複雜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是在刀盤上面 我們最最最主要的一個不同點 關於這次刀盤的調整呢 除了風味上面這個調整之外呢 學長 自己在測試的過程中 也發覺說 這次的Gen2的刀盤 我用來做手壓意識的風味呢 其實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歐德一代的 那基本上是沒辦法用意識機 但是Gen2呢 用手壓意識機的情況下 它是OK的 它也不能用商業意識機 也是沒有到這麼細 但是呢 用手壓意識機的情況下 它是完完全全可以吃得住的 所以我最近是用Star Result 可以用1或2的情況之下 它的其實風味上面非常的好 如果你是家裡有Star Result 這種手壓意識機的話 用Gen2的效果會遠比一代來的好 那在風味上面呢 我蠻喜歡的是 Gen2大約在7到8之間的風味 我覺得這邊的風味呢 層次感是 非常漂亮的 但是呢 我也會覺得說 比如說在5或6的時候呢 它的風味喝起來 酸質呢 就稍微尖銳了一點點 就比較沒有那麼 可以彰顯它的個性 所以我會覺得 這台磨豆機蠻有趣的 它在極細研磨的時候 就是 可以接近 Espresso 就是手壓意識機的時候很好喝 以及它在比較偏粗的表現之下呢 是特別好喝的 OK 那一代呢就是 比較中規中矩一點 OK 好 那以上呢就是關於刀盤的部分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它的風格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先把刀盤裝回去 然後跟大家講第二個大重點 那接下來就要講第二個大重點 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離子去靜電的一個設備 簡單說的就是 它會利用這邊的電把靜電的離子帶走 所以導致於說 它在出粉口的時候 它的氣粉比較不會沾附在我的機身上面 那我們也可以先看一下影片 那這個是FIDO自己實驗的 我會看到 原則上 如果你是銀皮很多的水洗洞 OK 那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哇好像真的 真的 它的防禁件的效果非常的好 基本上可以看到出粉口 如果沒有做這個機構的話 是比較多的沾粉的狀況 但我自己使用上面 我覺得確實有差 但是呢 學長也可以跟大家講 我個人覺得比較明顯的影響在哪裡 我用一個 豆子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二代機 我們都用一匙的豆子 做 可以看到 其實兩台機的 它的PID的馬達是一樣的 所以時間基本上都是 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就是 20克的豆子 大概在 5秒就研磨完畢 然後整體 全部關機大概是10秒左右 速度非常快 那我現在也沒有拍粉嘛 對不對 我在完全不拍粉的情況之下呢 好我們來看 你的粉罐裡面 你會感覺到非常的顯著 可以看到 在這個 新的二代機裡面 我的細粉 幾乎不會沾附在我的不鏽鋼上面 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在 舊款裡面 我的粉罐裡面呢 它就明顯會有很多的 細細的粉末 卡在上面 而且這個粉末呢 你在敲打的時候 倒到濾杯 要敲打的時候呢 是不太容易敲出來的 你可能必須要搭配 我的毛刷 比較容易讓我的這個粉罐呢 能夠乾淨 所以整體來說 當然 這個系統的設置呢 就是為了解決 這種平刀磨豆機的靜電問題 然後呢 無論你如果你是本來 就是覺得你出粉口 比較容易沾粉的機身的話呢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同時間呢 我希望在意的就是 粉罐裡面的沾附問題 也可以得到解決 當然這也是這一次的升級的一大重點啦 OK 好 那除了這兩個大重點之外 其實整體來說 無論是PID啊 或是說他的 拍粉啊 或是粉罐啊 或是整體的防罩啊 然後 自動關機等等等等的 其實一代跟二代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那學長最後再跟大家聊一下 說如果 你已經買了一代奧德 你現在也可以選擇 譬如說 我沒有這麼多預算 我想要直接升級刀盤 是可以的嗎 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Failure他們有 特別出 二代刀盤 是可以直接替換 一代的機子的 所以可以直接升級成為 1.500 所以呢 就有這幾個選擇 一個就是 如果你對你來說 好像你不太需要 層次感 你想要甜度 然後希望你的 充足上面更簡單一點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 1.0其實就不錯了 那如果你希望的是 反正有新機就買新機 然後有更好的防禁電 然後不會卡粉的 沾粉的問題 有刀盤的層次感 酸質跟香氣表現更好 可以考慮2.0的 GEN2的 這次的版本 那如果你有1.0 但是呢 又喜歡二代的風味的話 可以考慮直接換刀盤 升級為1.5版本 其實都是可以的 相對來說 這次Failure都是相對寬容 因為在規格上面 也沒有強迫大家 一定要去做大調整 也沒有叫做 一定要買全套 你是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來做一些小升級的 OK 那這是關於 GEN2的 開箱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咖啡展看一下 去看一下時機囉 那目前呢 咖啡展Failure的攤位呢 會有展示機 同時預購 會在12月多的時候呢 會發售 那價錢呢 大約是1萬3到1萬4之間 那最多會落到什麼價錢 大家可以去咖啡展去了解一下囉 OK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